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的时光故事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2009年发生在加拿大移民家庭的一起 所谓的荣誉谋杀案 这个案件让西方自由世界的人们近距离的领会了 由于极端愚昧造成的悲剧 这一期的视频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最近在某华人论坛上的一位网友 吐槽了自己遇到的烦心事 自己的父亲只是从上海转机返回加拿大 瞬间中国户口就被注销了 让人防不胜防 原来楼主的父亲前段时间持PR卡 从上海转机到多伦多 没想到在上海出境时 户哨被吊销了 工作人员还要求他下次在出境时 需要户口取消的证明 楼主大呼 这样不就成了无国籍人士了吗 感到非常困惑 当然 出现他这种情况的也不止一起 论坛中还有一个网友发帖 讲述了相同的经历 该网友说自己的亲戚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 帖子发出后 很多网友也纷纷质疑 表示注销了 没有护照 拿什么上飞机回加拿大呢 楼主之后回复表示 目前是警告 不是直接取消 海关人员也是说 可以让你出去 下次再出来时就要取消当地户口的证明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现在连PR卡都要取消户籍了 那到时候该怎么办呢 还有网友给楼主仔细分析了一下这件事情 PR身份注销与否 是要看居住年限 针对这个问题 楼主表示自己的父亲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 他是长期两边住 并且持PR卡十几年来 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 要知道在中国一直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 如果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 就相当于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很多海外华人就是畏惧这一点 才出现大批拥有PR卡的情况 关于楼主遇到的这个问题 不由让人联想到去年2020年5月1日的时候 中国政府就提议持枫叶卡的移民将被注销中国户籍 而上海率先实行了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 第46条规定 出国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的 本人应当向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注销户口登记 为办理注销户口登记的公安派出所 应当及时告知本人 近亲属 户主 或者是集体户口携管员 拒绝注销户口 或者告知后一个月内 人为办理注销户口登记的 可以注销其户口 当时消息一出 也引来了不小的轰动 为此上海警方还连夜回应 首先被此条规定影响最大的便是 拥有他国绿卡 长期定居他国 但依然属于中国国籍 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的上海华人 户口注销并不等于是失去国籍 并且注销户籍的法规在2003年就已经出台 只是并没有严格执行 这次的政策公布 只是在先前的基础上细化了操作程序 不过 目前中国的相关政策越来越严格 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变化 大家对于这个政策怎么看呢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五 在安省的温莎市进行竞选活动时表示 由于中国决定囚禁加拿大公民 康明凯和斯帕弗 促使加拿大领头发起了一项国际宣言 谴责国家支持的任意拘留作法 这是特鲁多第一次将这两件事情挂钩 联盟政府在今年2月宣布成立一个数十国组成的联盟 谴责任意拘押行为时 并未明确地针对中国 但中国依然对此宣言感到愤怒 加拿大外交部长加诺当时表示 此一宣言非针对性 只是对许多国家压迫性行为的普遍谴责 包括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 在周五被问到新成立的美国 澳洲 英国联盟 将加拿大排除在外的问题时 特鲁多鼓吹加拿大参与的其他一些地缘政治联盟 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以及谴责国家支持任意拘押行为的联合行动 虽然政府例行性地将康明凯和斯帕弗被中国逮捕描述为任意逮捕 并要求释放两人 但仍尽可能地在新的国际谴责宣言中避免直指中国 中国指控康明凯和斯帕弗从事间谍活动 但加拿大及其盟邦予以否认 中国逮捕康明凯和斯帕弗被广泛认为 是对加拿大应美国引渡之请 于2018年12月逮捕孟晚舟后的报复行动 新的国际谴责宣言是 2020年经过前外交部长商鹏飞幕后运作后产生 于60个国家在此宣言中签字 但没有任何迫使违规国家遵守该宣言的机制 美澳英三国本周稍早突然宣布的联盟AUKUS 已在国际上引起一些质疑 包括在美国和加拿大 它也成为加拿大大选的一个议题 保守党党会奥土尔和新明珠党党会早免成都指责特鲁多 未能让加拿大加入此一联盟 特鲁多则一笑置之 并称加拿大仍是与美国 英国 澳洲 新西兰结成的五眼联盟成员 特鲁多并称 新的AUKUS联盟只是向澳洲海军提供美国核潜舰技术转移 以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野心 特鲁多表示 加拿大不在核潜舰市场上 因此这个特殊联盟与我们无关 现在加拿大租房到底有多贵 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拿多伦多来说 很多市中心热门地点的公寓 一房就要2500家了 而如果核租两房或者是三房 人均房租可能还能便宜一点 但是大家找人合租一定要小心 因为有多伦多华人因为与人合租公寓被骗 而且骗子的手法老练 可能不是第一次这么干 甚至被爆可能有案底 事情是这样的 爆料者的朋友A是受害者 而骗房租者暂时称他们为B和C 小A在多伦多市中心招人合租 正好看到B想要分租公寓单元 于是今年4月小A和B就签了转租协议 B是中国留学生 据称拿到学圈 但是辍学了 原始的租约是B和原房东签的 在签转租协议的时候 B出示了护照身份证等 再加上他也有钥匙 所以A没有起疑心 一次性给了5个月的房租 也就是压四负一 小A是属于过一段时间过去住一下的情况 然而在最近一次回去住的时候发现 公寓的门锁居然被换了 几经周转找到屋主原房东后才发现 B早就卷着钱跑了 还卷走了A的不少个人财产 比较值钱的个人物品等等 加值一算损失惨重 房租加上被卷走的个人物品 5000多加币就这样没了 屋主说B在今年3月确实签过合约 但是他已经欠租很久 更没有按照合同一次性压四负一 因为他长期欠租 并且拒绝搬走 所以这个房子屋主已经换锁 转租给别人了 房主还表示 他请清洁工来收拾的时候 屋子里非常的脏 全都是垃圾 而且之前B付给他的押金 被他用来交投一两个月的房租 并且拖欠了好久 美名其约是找女朋友借的 在此期间B一直在跟房东 以各种理由拖欠房租 甚至用他妈得了癌症为借口 连屋主都忍不住感叹 我遇到过这么多租客 第一次遇到这么狡猾和无赖的 还后悔当初不应该把房子借给他 因为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有案底 因为之前签约的时候 B说护照正本不在 因为之前打架被抓了 所以证件在警察那 然而B还有同伙C 这个C其实也是长期住在这个公寓里 当时小A付房租的钱有一部分是C代收的 当时B解释说自己国内的账户太久没有用 被冻结了 小A当时还长了一个心眼 特意问C也拿了证件信息 没想到还是被骗了 现在看来房租的钱肯定是拿不回来 小A也把这件事情报警 希望此人不会用类似的手法继续行骗 爆料者希望通过这件事给大家敲响警钟 租房的时候一定要千万小心 要直接和屋主签约 而且当房东的也要小心 一定要做好租客的背景调查 昨天加拿大统计局发布了 非居民房屋拥有率的最新数据 根据数据显示 包含UBC大学区在内的整个温哥华市 非居民房屋拥有率 远高于其他任何地区高达14.9% 而整个大温地区则是4.2% 也远高于其他加拿大都市圈 根据定义 非居民指首要居住在加拿大境外的 加拿大公民和非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统计局9月17日公布的数据 包含BC省 新布伦瑞克省 新斯科社省和安省四个省的住宅物业 该机构报告称 从2019年到2020年 安省非居民拥有的住宅物业份额 保持不变为2.2% 新布伦瑞克省为2.9% 在新斯科社省 这比率从2019年的4%下降到2020年的3.6% 与此同时 BC省从2019年的3.2% 小幅下降至2020年的3.1% 2020年BC省共有1768680套房屋 及大约5.5万套住宅为非居民拥有 在城市圈的统计中 大温地区2020年非居民住房拥有率为4.2% 大多伦多城市圈 非居民拥有率从2019年的2.6% 上升到2020年的2.7% 多伦多市为3.8% 即使如此也远低于包含UBC大学区的温哥华市 其2020年的14.9%的住宅为非居民拥有 好了 以上是本期搞完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